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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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要送给你的字把它写下来叫做变 在座各位 其实你的口才每一天都在变 你输入所有的讯息都储存在你头脑的潜意识当中 那你这种变化的状态 人不是变好就是变差 不是往上走就是往下走 不是知识变多就是越来越贫乏 所以在座各位 我们要把握身边的这种变的状态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东西都是在什么 变是还是不是 各位我们身边居住的环境在变 大自然在变 各位事实上自然的力量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 各位宇宙中最伟大的法则叫自然法则 自然就是一种规律 各位我们人类居住的环境气温有没有开始变高一点 有还是没有 有 各位我们的中国经济GDP高速在发展 各位在1979年改革开放30年前 我们中国借5000万美金都要看人家脸设计不到 可是今天中国已经拥有超过15000亿美金的外汇储备 在过去我们排在几十名全球GDP 现在马上就排在全球的第三名 所以在座位中国的国家在变 环境在变 那我们人的身体有没有变呢 我们科学发现 人每13个月 所有的细胞都更新一变 也就是说 现在的你跟一年前的你 你的组织细胞全部都是不一样的 你身体95%以上的细胞全部是再生的 所以如果你看看伸出你的右手 在哪里 有右手的拿出来 拍拍右边的肩膀跟他说 你跟过去的你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的细胞每一天都在再生 然后跟他握手说 明年看到你的时候更年轻 更帅 更有魅力 OK 所以在座各位 变也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个 大家知道国家在变 第二个 环境在变 第三 我们的身体也在变 因为我们的细胞有再生功能 人每13个月 你身体所有的细胞都结束 重新 这样再生一变 所以你别看到 人的面相会不会改变 会还是不会 会 我自己看我多年前演讲的照片 我都觉得不可相信 这一次以前我的演讲吗 如果以前我是这个演讲的样子 我还敢去讲吗 熟悉我的人 或是跟我们一起在学行中国 走过8年 走过5年 走过6年 都会发现井南也在变 你们说是还是不是 所以各位 你们觉得未来 自己的生命品质 生活质量 人际关系 学习知识 财富 会越来越增加的 请举手 举手就是自我承诺的意思 非常好 把这只手不要放下来 跟你旁边那个举起的手拍一掌 当你拍过去的时候 告诉他 你一定做得到 拍三个人 就会一定达成 第四个字 很关键 把它写下来 叫做音 第四个字 叫做音 再做各位 一个人的口才 一个人的说服力 一个人的演讲 它都是靠声音去传递 很多人都觉得 一个人的声音很重要 在这个地球上 没有两个人的声音 是一模一样的 每一个人的声音都有差别 各位 同样的内容 在这个台上 不同人讲 它的效果 完全不一样 是还是不是 各位我问大家 今天小树在生长 树在生长 它有没有声音 地球在转动 你觉得这么一个 庞然大物 它在转动 有没有声音 各位 这个世界上 万物都有一个本质 就是音 音会产生一种波 而波会产生一种振动 而每一个人 跟一个人在相处 一会一瞬间 就会有一种感觉 都是因为身体的频率 跟振动引起的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种东西 这种音 会影响你讲话的品质 以及讲话的效果 所以你要不要训练 动听 仔细了解你的声音 要还是不要 比如说你的声音 可高可低 可快可慢 可圆可近 可多层次 可单层次 可产生旋律感 节奏感 见住美 每一个人的声音 都有一百种以上的 刺激感觉元素 我们称之为 刺感元 在神经语言里面 把每一个人的声音 分成很多维 而每一个人的 不同维的声音 都可以感觉 它不同的心理状态 所以有人听声音 喂 你怎么感冒了 我没说我感冒 你怎么知道我感冒了 声音里面包含着 健康的要素 一打电话 哇 你怎么这么高兴 因为我们在参加 学习型中国 大家很开心 为什么他没有告诉你 他心情很高兴 你怎么知道 声音里面包含情绪的要素 一打电话 知道他很专业 一打电话 知道他很强 各位 声音里面包含着 健康 情绪 经验 专业 知识 智慧 以及自信心 是还是不是 同意的请举手 所以啊 你一讲话 基本上很会听的人 都知道 你到底有没有经验 你到底专不专业 你到底是不是 有这个感觉的人 所以在场 各位 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知道 应对一个人 很重要 是还是不是 各位 从昨天到今天 所有上台的老师 基本上 他们全部 都讲自己生命的故事 自己生命的体验 以及他们自己生命的智慧 所以他讲出来 很有感染 说服 以及真实的力量 在打动了大家 很多人都抱以长期的掌声 像朱希李先生 他讲他企业的故事 再说个为什么 当一个人讲他 真实的生命经历的时候 他的声音里面 会含有一种 你不可 不可抗拒的 说服力 是还是不是 所以 有人说 为什么他含有说服力 他技巧是什么 不是 是技巧背后 声音带来的感染力 以及穿透力 这就是音的力量 第五个字 把它记下来 如果一个人 把他的口才变成金口才 第五个很关键的字 把它写下来 叫做信 叫做信 我讲的最简单 因为我要你记住 并且从此以后 跟你同在 我不要你记很多笔记 但你记住这五个字 有人说信是什么意思 各位 我研究发现 世界上 人类有一个集体潜意识 这种集体潜意识 就是越信越相信 是还是不是 我问大家 所有宗教界的人士 他们入门一门宗教 请问是不是很相信 是还是不是 在这个世界上 相信的力量 非常的可怕 在德国做过一个心理实验 是一个面临绞刑的 一个死刑犯 然后呢 把他拉出来说 在你的手上 割一个口子 然后往下滴血 他说 万一你存活下来 我们就可以免掉你的心 那个人就试试看 把他眼睛就蒙住 然后在他手臂上 就割了一道口子 他就看到他的怎么样 流血 他就觉得心里好害怕 就觉得失血过多的样子 事实上那个血流一阵 他就会怎么样 凝固 然后呢 这个时候心理学家 就拿了矿泉水 割了一个小小口子 然后冲下不断往下滴 然后犯人还是听到 这个血掉下来的 感觉的声音 结果这个时候 不到多久啊 这个犯人 他得到一个症状 跟这个失血过多 而离开这个症状 一模一样 各位 多么可怕 所以你会发现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性会影响一个人的生命 是还是不是 听懂的大声说yes 所以在场每一位朋友 如果你在做的事业 你要相信他 你今天交往的朋友 你信 则用 不信 则不用 如果你做了任何事情 各位 为什么 有人说 刘蒋老师 你为什么要做 学习型中国 因为我真正的相信 学习型中国 能帮助到更多人 学习型中国 能促进更多的 学习型的 这样的一个企业 学习型的家庭 以及学习型的个人 在座各位 我很荣幸地 给大家做了一个汇报 就是在过去 这八年当中 因为学习型中国 同学之间的聚会 同学之间的交流 同学之间的合作 产生的价值 至少超过一百亿以上 各位 因为学习型中国 每年产生的 会议 论坛 以及内训 超过两千场以上 所以我们这里 虽然只是一个 小小的点 但是它可以放大 各位 在座各位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因为你很相信他 所以你就一定要 为他付出更大的努力 是还是不是 所以在座各位 如果你今天 真的愿意 把口才提升的话 你首先要相信自己 会拥有一流的口才 首先相信自己的语言 会越来越好 首先自己 相信自己的声音 越来越好 要相信自己 能够流利的口才 能够相信自己 能够脱稿演讲 相信自己 能够脱口来出 相信自己 能够出口成章 相信自己 能够用巨大的语言的潜力 信就会产生 巨大的张力 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产生巨大的磁场 是还是不是 听懂的 请举手 所以一个人 有多相信自己 他就有多大的驱动力 当一个人的生命 是禁止的时候 他内心是否火热 当一个人生命 在运动的时候 他生命是否沸腾 各位 事实上水有三种状态 一种是液态的水 它在流动 一种是气态的水 它有很大的力量 一种是固态的水 如果是冰的话 它的力量是有限 可是水一旦是烧开的水 它会产生水蒸气 推动着汽车 推动着轮船 各位 刚才我们讲过 人76%是由水组成的 那如果人是水组成的 如果人的这个水 变成一种沸腾的状态 请问一下 人的生命 是否变得更好 是还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还没有 很好的状态 是因为第一个 你没有找到一个 让你生命沸腾的目标 第二个 没有给你的生命 一个令你沸腾的理由 第三个 你没有一个 令你沸腾的驱动力 各位 当你看到一个东西 你每天日夜想着它 各位 你们有没有谈过恋爱 有过梦中情人 有还是没有 想到这个人 想到这张脸 想到这种眼睛 你一直想他 一直想 跟你会产生 强大的驱动力 再说各位 每一个人 当你内心深处 产生强大的驱动力的时候 你做事情的动力 就会大很多 所以各位 为什么你还没有 良好的口才 原因很简单 是还没有把你的生命 把口才当成 让你自己 可以变得更好的 令你沸腾的目标 再说各位 那接下来 我要送给你 非常重要的八个法则 这八个法则呢 我认为 彻底的 可以让你的口才 变得很好 刚才我讲了五个字 我们来复习一下 第一个字 气 预备开 第一个字叫什么 气 第二个字叫 第三个字叫什么 变 画一个圈好不好 第三个字叫什么 第三个字叫什么 来跟我说 声音越变越好 语言越变越好 动作越变越好 第四个字叫什么 各位 第四个字叫什么 各位 我们的音会不会 越变越好 会还是不会 音怎么说 来拍拍自己的耳朵 预备开始 音 音 音 第五个字叫什么 音 要放到自己的心脏旁边 好不好 来 第五个字跟我说 音 音 节目讲 我们来再复习一下 预备 开始 气 动 变 音 信 非常 接下来我跟你分享 这八个法则 这彻底影响我 彻底改变我的口才 第一个法则把它写下来 叫做磁场法则 第一个叫做磁场法则 再说各位 人讲话会形成一种磁场 为什么有人讲话 哇 人越聚越多 为什么有的老师一讲课 人都跑掉了 因为有的人一上台 他讲话声音就有磁性 他的这个磁性 形成一种特殊的力量 让每个人都坐在那个地方 不想走 所以各位 你会发现一个人 他的力量 由他的声音 创造出一种磁场 各位 你们觉得 在学行中国来参课 坐在前面比较有磁场 还是坐在后面 各位 所以所有人都愿意坐在前面 因为坐在前面 离演讲嘉宾比较近 然后离舞台比较近 因为磁场就比较好 是还是不是 那坐飞机是坐在 头等舱比较好 还是普通舱比较好 所以觉得自己 建立人际关系 是建立头等舱的人际关系 比较好 还是建立普通舱的比较好 就觉得未来自己的人生 要建立头等舱 人际关系的请举手 所以下次参加论坛 你是要坐在前面 还是坐在后面 所以第一个叫磁场法则 第二个法则把它写下来 各位一个人讲话的磁性 磁音 磁力 磁场会影响你 第二个法则把它写下来 叫做吸引法则 吸引法则 昨天早上做开幕式的时候 我说这个世界上 在你生命中 所有的东西 都是你吸引来的 在座各位 你身上穿的衣服 为什么会到你身上来 比如说我穿的这套西服 是我到深圳去逛市场 突然看到一种这种面料 这个面料没有人拿来做西服 可是我觉得这个面料 做西服应该也不错 然后我就跟他讲 这个面料我能不能买一些 然后就吸引那个面料 变到我身上来了 各位 你身上的朋友 财富 人际关系 好的运气 不好的运气 合作伙伴 上游资源 下游资源 销售顾客 你今天坐在你旁边那个人 各位 是你吸引来的 听懂的 请举手 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你身边的一切 其实都是一种 莫名其妙的力量 吸引到你身边来的 各位 我问大家 地球有没有吸引力 吸引的月亮 是还是不是 太阳有没有吸引力 吸引的什么 有人说 为什么我还没有吸引力 为什么还没有月亮 在我身边环绕 是因为你还没有成为地球 所以当然 就没有月亮 在你身边环绕 如果你是一个 吸引力很好的人 你根本不需要 怎么样 刻意 有人说 说服力的关键 营销技巧的关键 话术 这些跟吸引力比较 可以说 根本没有那么重要 各位 世界上所有最顶尖的人士 都知道 所有成功的秘密 都在于吸引法则 所有行业的第一名 他都知道 绝对是吸引法则 第三个法则 把它写下来 叫做情绪法则 各位 一个人在口才方面 要变得很好 你必须对口才很热爱 要有强烈的兴趣 各位 一个所热爱的东西 你就有强大的兴趣 强大的兴趣 就有强大的情绪 我们很多研究成功 立志学问的专家都说 一个人要成功 要保持巅峰状态 积极状态 在宇宙上 最伟大的法则 叫做 积极思考法则 这一切都是对的 同时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一个人在口才方面 要保持卓越的表现 请问你要积极还是消极 所以当你越兴奋 你表达是不是越好 是还是不是 所以各位 当我兴奋之后 我上来就感觉自己 灵感很好 记忆力很好 举意反三能力很好 所以各位 从此以后 如果你在公司在外面 如果有人要请你演讲 然后你告诉自己 我一上台就变得很 很什么 是还是不是 听懂得大声说yes 下一个法则 大家把它写下来 叫做愚感法则 各位 如果你的口才要变好 你必须要让你自己的讲话 变成一种感觉 它变成一种意识流 一种意识流就是 好像没有经过你的脑袋 就自动把语言 把它讲出来了 事实上它是经过脑袋 因为它的速度变快了 人讲话的过程是这样的 第一个 我要讲话吗 第二个 我该讲什么 第三 我讲的后果是什么 第四个 这样讲对吗 第五个 也许有别的讲的方法吗 然后自己才讲出来 所以人的头脑都经过这样一个思维过程 才把话讲出来 不是说立刻就讲出来了 所以每一个人在讲话的时候 你必须在一个状态下 这个状态就形成一种语感 所以在座各位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感觉 要形成一种什么 语感 是还是不是 各位 下一个法则把它写下来 叫做定位法则 叫定位法则 各位 如果你的口才要变好 非常重要的是 有一个定位 因为你不可能在任何领域都出类拔萃 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有什么人 你优秀到多么程度 你都无法在人类的各个领域里面出类拔萃 就像一个田径运动员 他比如说他是举重 或是什么 投远 或是跳高 他很难拿到跳水的冠军 或是很难拿到什么 那个摔跤的冠军 也就是一个人在自己的领域里面 他必须要有自己的定位 所以刘晋阳老师可能会讲很多课程 但是我觉得 如果我自己最大的热爱跟兴趣 就是办学习型中国 推动学习型企业 学习型家庭 学习型个人的建设 那用什么方法最快 我觉得研究口才 然后教更多人会讲 能讲 敢讲 上台又能演讲式成功的销售 那会帮助更多人在舞台上 又有演讲能力 这样推动学习型中国会最快 而且我自己又最热爱这个领域 因此我选择了我的课题叫 金 口才 所以在座各位 你们觉得这个定位会不会对我的事业 以及我们大家共同的学习型中国 有帮助会还是不会 所以有了定位才会有专业 各位如果没有定位就不会有什么 专业 是还是不是 所以在场各位 当你的生命有一个定位 就会有一个专业 各位实际上人的口才好 是在于你的专业口才比较好 是还是不是 所以在座各位 人不可能在任何口才都非常好 但是你可以在你的专业领域里面 很精通 很精通 很精专 同意的请大声说yes 下一个法则把它写下来 叫语言法则 各位每个人的语言有各自的风格 语言有各自的什么 结构跟逻辑 其实每个人的语言风格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如果你语言要变得非常好的话 第一个 我觉得你要找一个榜样 模仿的力量是很大的 人类所有的语言来自于模仿 人类一开始是没有语言的 只有歌曲 大家比如说在拉签喊号子 所以在座各位 每个人如果你的语言越来越好 第一个你可以找一个榜样 第二个你开始模仿 你复制 然后你再创造 比如说你看你最喜欢的电视节目 你听最喜欢的广播 你听你最喜欢的课程 然后你看你最喜欢的书籍 你阅读你最喜欢的资料 然后所有这一切 你的注意力聚焦在 你最喜欢 最有用 最有效的这些语言素材上面 然后不断增加累积这些内容 会不会让你的口才 语言内容变得越来越好 会还是不会 所以你的语言是一种什么 是一种习惯 是一种表达习惯 是一种思考习惯 是一种环境的习惯 是一种什么 你工作的习惯 所以在场每一个人 你的语言只会越来越丰富 把它写下来 语言只会越来越丰富 有人说为什么 因为我们每一天的经历 就是语言 是还是不是 各位事实上 我觉得演讲等于生命 有人说 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各位人活下来 生下来 每天要不要讲话 要还是不要 各位刚才说过 我们每个人都要活到百岁 各位人从三岁就开始讲话 要讲到百岁 要讲97年 一个修自行车的人 修五年会成为 修自行车的专家 一个修音响的人 修五年会成为 修音响的专家 一个搞建筑的人 搞五年成为搞建筑的专家 一个做服装的人 做十年会成为 做服装的人 一个人讲话讲97年 没成为一个讲话的专家 不敢上台演讲 不敢公众表达 是谁的责任 是自己的责任 是还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相信 你的生命就像一场演说的话 如果你真的相信 你每天都在讲话 都在演说 你沟通是在演讲 你的手势是在演讲 你的表达是在演讲 如果你的生命 每一天的沟通 说服谈判 以及与人交往 它都要透过语言来表达的话 那各位 何尝不可以理解 生命就如同一场演说 是还是不是 所以各位 任何事情 因为你对他生命的信念不同 所以你对他的重视程度不同 因为你对他的理解不一样 所以你对他的付出不一样 因为你对他的什么 感觉不一样 所以你对他的效果不一样 是还是不是 所以我认为 改变我生命最大的力量 来自于信念 因为我对于演讲 这些不同的信念 带给我自己 口才不断提升的 内在的驱动力 所以带带我生命中的 一个废点的产生 所以只要 与口才有关的内容 我就会大力的去提升 第七个法则 把它写下来 叫做承诺法则 叫做什么 承诺法则 再说各位 我们任何人呢 的生命要提升 都要给自己的生命 做一个承诺 各位 承诺包含了两个 第一个 叫做个人的承诺 第二个叫做 公众的承诺 再说各位 当你做一个承诺的时候 其实是对生命 负责任的表现 是还是不是 再说各位 你们愿不愿意 为自己的生命 做一个承诺 要还是不要 各位觉得自己 未来的生命 会变得更美好 这是不是一个承诺 是还是不是 各位 为什么 你们有没有觉得 我今年的演讲 比去年更有进步 有还是没有 就觉得比去年演讲 更有深度 更有进步的 请举手上 我看一下 各位 如果有人问我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要告诉各位 因为我做了一个公众的承诺 留起来 等于世界华人 第一名演说教练 在2012年1月15号达成 因为做了这样一个公众的承诺 我不得不让自己 每一天 在这条路上 最快速的前行 是还是不是 各位当你做这种承诺 会不会提升你生命那种向上的力量 会还是不会 当你提升你生命那种向上的力量 你就会自动吸引那些对你生命中 有帮助的人 有帮助的事 有帮助的资源 有帮助的客户 是还是不是 一切生命的成果都靠什么 吸引 同不同意 各位今天现场有这么多的朋友 不是刘锦兰的功劳 是在座各位 您跟您的家人 共同的帮助和贡献 让我们大家形成了一种 集体的吸引力 是还是不是 来最后一个法则叫 潜意识法则 最后一个法则叫什么 潜意识法则 在场了各位 你们觉得一个人 他的意识的力量比较大 还是潜意识力量比较大 在座各位 潜意识的力量 比意识要大三万倍 这个是伯恩崔西先生说过 在目前 没有通过物理学的方法 来证明潜意识 比意识大很多倍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有心理学家都公认 人类只是使用 自己潜能的5%而已 即使200年来 最伟大的科学家 爱因斯坦先生 也只是这样而已 所以在座各位 那潜意识是什么东西 我举个例子 在座各位 我们现场每一个人 几乎都是专家 在你在这个教室里面 就好像这个教室里的一个杯子 每一个人的杯子里面 都有一些水 你的知识很多 财富很多 可能你的水多一些 或是有的人 知识很多 你的可能水高一些 或是有的人 他会少一些 然后表面上 你们的联系很少 实际上只有这样一个 横向的联系 你们坐在一起 它的联系 这个就是意识的连结 其实在人的 每一个人的能量背后 都有一个导管 然后导管往下链接 这个导管往下链接 连接到一个什么东西上面 连接到一个 集体的潜意识当中 当这种集体的潜意识 会影响了每一个人 那种行为 心理 以及产生他的一种状态 他相互连结 这个力量才是最大的 有人问我 李老师 你认为什么叫天 什么是天 天的含义是什么 我认为 对天的含义的理解就是 天 就是大自然宇宙界的规律 和人类集体潜意识的规律 人类集体潜意识的规律 和宇宙大自然的规律 我认为它就是天 它就是最大的一个道德力量 是还是不是 我觉得在座各位企业家 不管你做的多大的成就 你都要做不违背天道的事情 我认为天道有三个含义 第一个叫人做事 天在看 人做任何事情 天都会在看到 第二个叫做人在想 天会感知 第二个人在想什么东西 上天会怎么样 所以感知到收到 上天会感知到 所以你有恶的念头 会得到恶的结果 佛家讲因果 因果就是你想什么 以后会得到你自己那种结果 你干什么 会得到你干的结果 所以人在想天感知 第三个关键 人欠你 天会还你 所以在座各位 你付出很多 你付出很大 你做出很大贡献 可能没有得到什么 没有关系 因为人欠你 天最后会还给你 是还是不是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有作用力 比有反作用力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 有贡献就会有回报 在这个世界上 人类集体潜意识的精神 他一定不会违背天道 绝对不会 而且我要告诉你 你生命中所有的结果 都是你吸引来的 我跟你保证 在这个世界上 这就是最终极的法则 谢谢各位 谢谢 那我想呢 在分享主题之前 首先呢 我们看看这些 通俗易懂的道理 那我们都知道 小成功靠个人 大成功必须靠什么 团队 这句话大家都知道 可是很多人呢 很少做好 所以这就是有许多伙伴 带不住团队的一个原因 再来 没有完美的个人 只有完美的什么 团队 这个非常的重要 你如何去打造一个团队 在团队里面 大家心往一处始 既往一处用 塑造我们一流的团队精神 企业很小 三五个人 七八条枪 可能是靠老板的 个人的魅力 企业做大了 必须靠什么 各位 团 对 所以我想呢 接下来我分享这个精神 团队精神 我总结了塑造团队精神呢 十大关键 首先呢 请各位再次写下来 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叫什么呢 我把它叫做 赢在什么 团队 今天有很多 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 有很多前面 是国内最顶尖的讲师 大家这里边呢 我分享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我个人呢 不太主张个人创业 在座给优秀的企业家 尤其是也成功的老板 我们都知道 做一个老板 他的辛酸苦辣 那央视的节目叫 赢在什么 各位 中国 可是呢 我想如果更完善一点的话呢 赢在中国这个栏目 要加一个主题 要赢在什么 各位 团队 因为在国内 我个人的观点是 不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创业的 一个成功的老板 他要面临方方面面的问题 在国内 企业要么做不大 要么做大之后 他会面临方方面面的挑战和考验 甚至我个人认为 有的人 他要成功 可能一辈子 他的角色 就应该去融入一个什么呢 团队 来我们看看 塑造团队精神呢 有哪十大关键 那这十大关键 是我个人 在过去的十多年当中 花了两百多万的学费 在全世界各地学习 以及我个人 这十几年以来 实践的心得体会 我们看看 塑造团队精神的 十大关键 是哪十大关键呢 第一个 请大家写下来 要塑造出来 一流的团队精神 必须要有明确的什么 共同什么 各位 愿景 愿景就好比是 员工心灵的什么 房子 这个愿景非常的重要 我可以非常非常 有信心地告诉大家 一个没有愿景的团队 是做不强 做不大 是不可能做久的 是还是不是 愿景是什么 愿景是一个企业 未来的目标 未来的战略规划 愿景影响到企业的 方方面面 愿景概括了企业的 未来的目标 使命及核心价值 是企业哲学中 最核心的内容 是企业最终实现的图景 它像灯塔一样 始终为企业指明着前进的方向 指导着企业的经营策略 产品技术 薪酬体系 甚至产品的摆放 所有细节是企业的灵魂 我们看 那愿景分成三个层级 个人愿景 团队愿景和组织愿景 为什么愿景会这么的重要 在我的团队里边 他们给我起了一个绰号 这个绰号你们要不要 想不想听一下 想还是不想 想的话请大家再次 给一个鼓励的掌声 可以吗 他们给我起了一个绰号 这个绰号叫做造梦高手 三年半之前 我创立我的机构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 我带着两个助理 一个放音响 一个做主持 我们三个人 租了一个16平方米的办公室 因为那时候刚刚创业 可是我告诉他们 因为我们最初创业的时候 从河南的郑州起步 我说我们先做到中原地区 河南地区第一名的教育训练机构 时间是几年呢 两年 我说完之后 他们看着说 这个张老师 你很会吹牛 可是我告诉他们 我们的方法 我们的步骤 我们的策略 各位 我们两年 有没有做到中原第一名的 教育训练机构呢 你们猜有还是没有 答案 没有 为什么 我们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就做到了中原地区 第一名的教育训练机构 要不要掌声鼓励一下 为什么 因为愿景为什么会这么的重要 愿景可以团结人 吸引人 当你有了一个愿景 你指出来 你规划出来 你一年 两年 三年 甚至未来五年 十年目标的时候 这个时候会有很多人跟随你 愿景可以激励人 愿景是企业困难时期 不断发展变化的方向 在过去的三年半的时间里边 我真的认为 竞争是蛮激烈的 一年半的时间 公司出具规模 我们差不多有五六十人的营销团队 可是之后竞争就开始了 来自于四面八方的训练机构 来自于内地出来的教育训练机构 可是 我非常有信心地讲 在过去的三年的时间里边 我们没有跟任何竞争对手 去打比赛 可是我们却淘汰了六十家所谓的竞争对手 有些公司 他们说是中国 第几大 第几大 规模有多大 可是我再次跟各位分享的是 跟在竞争的过程当中 只要我们有目标 有方向 按照我们自己设定的目标 往前走 我们活得清清松通 快快乐乐 甚至呢 我跟很多我们服务的顾客来讲 我甚至说 我找到了一个成功的秘诀 这个秘诀就是 不管竞争对手有多么的强大 只要我们有我们的愿景 有我们的目标 有我们的定位 找到我们的差异化 找到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那我们都可以持续地做强 做大 那我想今天 把我这些所有的心得体会 都一并地分享给在座各位 来自于全国各地优秀的伙伴们 你们说好还是不好 我们先看看愿景是在竞争中 取胜的有力武器 愿景能够把一个企业 凝聚成一个共同体 愿景可以告诉我们 为什么一个企业要存在 这个企业存在的目的和理由 一个没有目标的企业 一个没有目的的企业 就像一艘失去船舵的航船 一列失去轨道的什么呀 列车 所以你有没有愿景 那在过去 我讲课讲了十几年 我跟很多企业 做服务的过程当中 我问很多老板 我说你今年怎么做 大概老板是知道的 我问他两年之后怎么做 三年之后怎么做 很多老板都摇摇头 他没有自己的什么呀 愿景 所以说呢 写下一句话 一个企业至少要做一个 六年以上的愿景规划 写下来 一个企业至少要做一个 六年以上的愿景规划 你至少知道在未来的三到六年 你要做什么事 比如说经过过去三年的发展 那天志大概目前到了这样一个平台 我规划出来一年两年三年 未来六年的目标 我清晰地看到 未来六年之后我们在看什么 我甚至看到 我十年之后在干什么 二十年之后在干什么 三十年之后干什么 我一辈子在干什么 好了我们看看第二个部分 塑造团队性的第二个观点 叫完美的什么 机制规则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跟所有的伙伴要沟通 我认为我不是一个理论者 我是在实践 我在服务很多企业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这个企业做不强 做不大 做不久 因为他们没有合理的什么 利益的分配 那我想在分享这点之前呢 首先分享两句非常重要的话 报告给大家 请写下来 第一个就是 一个人一生的成就 由他的态度 观念和自我修炼 所决定 而下一句话 一个企业的成败 由他的结构 合理的利益 以及他的团队 学习力 所决定 比如说 我们在第一天演讲的时候 有一位尊敬的企业家 在演讲 我在下面拼命的做笔记 那这位企业家 是国内非常有影响力 著名的企业家之一 他来自于会员集团 他的名字叫什么 各位 朱心里 朱老总 我们看朱老总 身价应该是几十亿 甚至上百亿的老总 可是我看到他是那样的谦虚 那样的朴实 那样的憨厚 他可以一年拿出来 两千多万给员工 发奖金 发福利 他是那样的成功 我没有看到他骄傲的样子 我没有看到他 很自以为是的样子 所以说各位 写下一句话 越成功的人士 心态越归零 态度越谦虚 是还是不是 越成功的人士 心态越归零 态度越谦虚 12月8号9号 我请我们的景蓝老师 我们的翟洪生老师 李强老师 安志老师 还有这个郭凡生总裁 我们六个人 同台做了一个演讲 当时呢 引起了这个新闻媒体的 广泛的关注 他把我这句话 做了一个注解 那那次我们讲课的时候呢 台下做了一个老板 那个老板呢 下课的时候找我聊天 说张老师 我有60亿的身价 你可不可以多跟我沟通一下 我说谢谢 你有60亿的身价 这个不关我的事 越成功的人士 心态越归零 态度越什么 越谦虚 自我修炼也好 那在前几年里边 那我有很多次看到我们 听到我们李健老师的演讲 李健老师非常非常的成功 可是我发现李健老师 非常的热爱学习 他见人的时候 总是充满了什么呀 微笑 所以说呢 越成功的人士呢 他的自我修炼 他的态度越好 那这句话 一个企业的成败 由他的结构合理的利益 和这个学习力所决定 那我想这个观点呢 跟下面呢 我们这个观点 第三个合到一起 来做个分享 先把第三点记下来 一个团队必须有一个领导的核心 那这个领导的核心 可能是一个人 但最好是一个什么呢 团队 最好是一个团队 那兵熊熊一个 将熊熊一窝 那我们知道团队领头人的重要性 首先团队的领头人 必须是一个优秀 而又卓越的领头人 一个羊 他很难带出来一个卓越的团队的 这是铁定的道理 那在这里面 我们要分享的是 那一个团队有一个领导核心 这个领导核心呢 我个人认为 这是企业的管理的架构 一个企业应该有哪些管理的架构呢 我认为 至少应该有五个重要的岗位角色 第一个是谁 第一个是老板 老板呢 我们也可以叫董事长 或者说称之为什么呢 总裁 中国的企业这个名称呢 叫得不太职业化 反正是 就是第一个当家人的意思 股东 这个东家老板的意思 这个人干嘛 企业的架构 第一个重要的角色 我认为呢 企业是一个三角的架构 那这个老板做什么 我认为做如下的几件事 做什么事呢 思考和学习 思考什么 思考第一个企业的战略方向 那在座各位老板 可能我们经常也会做这样的事情 第一个思考企业未来的什么 战略方向 这三天我在台下认证的听课 在听课的工程当中 我心潮澎湃 我就知道在未来的三年和六年 我们应该如何加速的发展 未来的战略的方向 第二个 思考什么 思考你有没有选对人和用对人 我通常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给自己半个小时的时间 思考一下明天要干什么 先干什么 后干什么 写出来我的工作日志 每一周 我会用一个长的时间去思考 每一个月 我会把自己关起来 一天 两天 三天的时间 让自己认真的做什么呢 思考 这第一个叫总裁 总裁呢 我用一个角色 做总裁的 抓决策 抓思考 但总裁不参与什么呢 管理 第二个角色是什么呢 总经理 总经理呢 抓管理 总裁抓的是战略 战略和方向 但第三个角色 也非常的重要 这个角色叫做 营销总监 我们今天我们的 翟洪生老师分享一个 非常重要的观点 只有营销才能倡造什么呀 利润 其他的一切都是什么 成本 那作为营销总监 你要了解营销的系统 营销的策略 策略的行销 你要不断的去学习 这三个角色非常的重要 但除此之外 企业的财务总监 企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总监 公关总监 我为什么把它叫做 公关总监 在座各位老板 都非常的清楚 企业做大之后 工商税务 新闻媒体 公关 各个方面的公安 各个方面的问题 都过来了 所以说那这个架构呢 非常的重要 那这个架构 形成了企业的什么 领导的核心 光有领导的核心 是不够的 但它需要有什么 各位 合理的利益的分配 我们看到国外国内 有许多成功的企业 他们大部分都是什么制 大部分都是什么制呢 各位写下来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叫做股份制 当然很多老板 他是在用自己传统的智慧 甚至说用自己的老江湖的思想 在管理自己的企业 在管人 那这种现象 我认为是不可以持久的 我跟汇聪网的 郭盘忠总裁聊天 我多次请他演讲 说志诚 我的财富越分越多 越分越多 我每次把股份分出去了 可是我的财富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正如我们的牛更生总裁讲 这个财散什么各位 是的 那这个时候呢 各位真的是你要有合理的利益 假如老板不舍得 把你的利益 做一个合理的分配 这个团队是做不强 做不大 做不久的 第四个我们看 团队的使命感 当然今天我要强调生命的是 我想分享的使命感是什么 是团队的使命感 是集体的使命感 不是个人的英雄主义 你说你要为社会做什么贡献 为中国做什么贡献 各位不是个人的英雄主义 锦朗老师每年办这个活动 我跟着他办了八年 可以说呢 我们看到我们的锦朗老师 他的学习行中国 就是他人生的一种使命 使命感非常的重要 不管是通用的捷克威尔奇 还是这个阿里巴巴的马云 他们都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请写下来 他们说呢 领导者领导的是使命感和什么 价值观 领导者领导的是使命感和价值观 三年之前我搞懂了这样的问题 然后呢 我就给我的公司做了一个使命感 这个使命感我觉得非常的符合实际 因为我最初创业呢 是在郑州开始创业 那然后呢 我给我的团队呢 做了一个使命感 这个使命感是什么 为中原崛起 企业发展 个人成长 贡献一份什么呀 力量 河南呢 有一个亿的人口 可是文化根基呢 非常的厚重 可是河南的经济呢 有它落后的地方 河南的人文素质 有待有加强的地方 那我用了这样的一个使命感 为中原崛起 企业发展 个人成长 贡献一份力量 我们的员工真的都很有自豪感 他们出去跟客户谈业务的时候 跟客户推销课程的时候 慢慢的 他们养成了一种自豪感 他们觉得不仅是在跟顾客 介绍一个课程 他们是在帮助顾客的企业的成长 是在帮助顾客 个人素质的什么呢 提高 我们每天早上开早会 我要让他们大声的去浪诵 公司的使命感 那每个新人进到公司之后 他必须会熟记熟背 公司所有的文化的理念 我们做了三年的时间 团队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 说后来呢 我们做了一个决定 我们就开始做全国的市场 那在2008年公司应该有一个大的发展 所以呢 我就调整了一个什么呢 使命感 那我用我的个人的行销的力量 那重新注册了一家公司 这公司叫制成训练机构 那这个机构呢 我就做了一个 右上一个台阶的使命感 这个使命感是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终生 为中国经济的腾杯 贡献一份力量 各位 这个不是喊口号 我给我自己下了一个信念 这个信念就是 我一辈子 全心全意 做好教育训练这份事业 为什么 这是我的使命感 那我看到呢 我们的团队也慢慢地融入了这种使命感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看到有些人 有钱之后 怪怪的 有才之后 怪怪的 中国的文化理念应该到了一个比较重整的阶段 所以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件事情 比从事教育训练这份事业 更有价值 更有意义 再度各位所有优秀的伙伴们 让我们也再次用热烈的掌声 送我们前排 每一位优秀的老师 感谢他们这么多年 为我们做的贡献 第五个是什么呢 价值观 价值观跟使命感一样的重要 价值观呢 是用来指导 企业的员工思想 员工行为的 这样的一个准则 一个企业没有价值观 企业永远没有自己的什么呀 企业的文化 比如说呢 IBM IBM的价值观是什么 做世界最好的服务 那诺基亚科技 以人什么呢 为本 那接下来呢 我分享一下 我们公司内部的价值观 供大家呢 做一个参考 做一个参考 公司呢 我做了六个价值观 哪六个价值观呢 我们看一下 先写下来 第一个叫做品质 第一个叫做品质 第二个叫做专业 第三个 我把它叫做服务 第四个叫做效率 第五个叫做敬业 第六个叫做团队 那为什么呢 各位 我们用价值观去指导团队里面 所有成员的行为的规则 品质 做事要有品质 比如说 今天我来讲课 我这三天都没有休息好 我在不断地准备内容 我来讲课 我准备了一个特别棒的麦克风 这个麦克风是我自己买的 是品质非常好的麦克风 第一个品质 用这个思想指导我们的员工 他们的行为规则 第二个叫做什么呢 专业写下一句话 未来一定是赢到什么呢 专业 在四年之前 我用我的课程 魔鬼训练营 辅导一家保险公司 这家保险公司 当时在全国的系统当中 是全国的倒数第一名 一个全国的省份里面的倒数第一名 我连续做了九期的魔鬼训练 这家保险公司奇迹地变成 中国他们那家公司里面的 中国的第一名 我跟他的总经理去谈话的时候 我跟他谈保险 聊保险 聊了二十分钟之后 这个总经理非常的感叹 张老师 虽然你不做保险 我发现你的保险知识 某些方面比我懂得还要多 所以说呢 我用他去告诉我们的每个人要专业 第三个叫做什么 服务 服务 写下一句话 服务 胜于销售 未来要增加核心竞争力 服务非常的重要 售前服务 售后服务 差异化服务 真正的服务 可是呢 我对我们的每一个顾客做的是这样的服务 是全世界最好的服务 那接下来 我想把最好的服务 跟他做一个理念的分享 你们说好不好 他再次听听你们的掌声 最好的服务是什么呢 我认为最好的服务就是 写下来 最好的服务就是 帮助客户成功致富 最好的服务就是帮助顾客成功致富 我们有些VIP大顾客 一年给我们十万二十万 他们作为管理培训费用 然后呢 比如有些开酒店的 我就不断地帮他招揽顾客 有一家酒店 我一年帮他介绍顾客 增加了五百万的营业额 那我们经常办一些大型的活动 我说完之后呢 就拉了一些这个战略合作的伙伴 那我们的VIP大顾客 他们给我们做了一些投资 那我们就让他们得到 五倍 十倍 几十倍的回报 第三个 效率 一定是高效的 有苦劳不等于有功劳 有苦劳不等于有功劳 敬业 敬业是什么 我认为总结了六个字 敬业就是认真 努力付出 全力以赴 再来一个 团队 让每个员工心中有团队 他想念当中有团队 他任何的作为 作风 行为 要以团队为大局 团队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好了 第六个 团队精神 那今天我这节课的分享叫团队精神 我给我公司的企业理念 我们公司的企业里设定了三个精神 哪三个精神呢 我们来看看 说完之后大家可能会笑 第一个叫什么呢 团队精神 第二个叫什么 团队精神 第三个还是什么 团队精神 我认为非常的重要 比如说在我的魔训的课程当中 我的魔鬼训练 我在全国做了636期 我敢保证这是中国 所有的训练课程当中 做的场次最多的 在过去十年当中 我做了636期 每一期现在我们开班300个人 而且每一次开班 每万万我们都挡到外边 50到100个人 对不起 这次满了 这次满了 那进到会场当中 我把300个学员分成9个团队 每个团队30个人 每个团队有总经理 营销总监 财务总监 等等等等 最后要抵出来一个 两天的冠军团队 那这个冠军团队 怎么样才能达到冠军团队呢 最后的一个考核指标 就是考核这个团队的什么呢 团队精神 最后的时候 30多个人 我们要做一个超越极限的 体力的比赛 所有的男士 把上衣都脱光了 下衣没有脱 他们坐下来 全力以赴去 超越自己的体力 超越完之后 这些老板都傻了 老板呢 他们清楚地看到 他们坐到水里边 什么叫水里边 地板上面都是水 是什么水各位 是他们这两天流的 汗水和泪水 这些老板 不乏身价几个亿 几千万 都是非常成功的老板 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张老师是什么精神 因为我让他们看到 一个团队里边 有一个人不努力 他们都拿不到什么 冠军团队 让每个人 拥有一流的团队精神 为团队而战 当团队里面 每一个人拥有 超强的团队精神的时候 他们有团队的 集体荣誉感 就会迸发出来 团队的潜能 是还是不是 我从来不强调 个人的英雄主义 要赢就赢在什么 团 对 那我们接下来看 第七点 团队各成员之间 必须相互的信赖 这点非常的重要 有人说 中国人不善于合作 不善于团结 我认为这句话说的 不科学 我们看一下 怎么样才能合作呢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这个信赖来自以下的几点 第一点呢 叫做沟通 沟通 那我带团队 我认为我有一些 非常非常的 自己独到的经验 晚上十点半 十一点 我还给我们的主管总监 打电话 问他们最近业绩好不好 家庭生活好不好 个人情况好不好 沟通 分享两句话 领导就是沟通 管理就是沟通 你必须心于心地 跟你们的团队成员 发生这种沟通和碰撞 管理带人 一定要什么 要带心 第一个是沟通 第二个是认同 什么叫认同呢 写下叫认同 一个团队里面的人 大家观念不一样 学历不一样 背景不一样 可是让这一群人 走到一起去打造一个 高绩效的什么呀 团队 那要相互的接纳 相互的认同 为什么 没有完美的个人 只有完美的什么 团队 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 用一个人之所长 皆可用之人 用一个人之所短 无可用之人 那作为一个领导者 心胸要够宽 要去善于容纳 各种各样的人才 我们看第八点 各团队成员之间 要相互的帮助 相互的帮助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足球是一个最注重 团队精神的训练 中国国家足球的 为什么很少 很少打出去 四十几年才出了一次线 我认为 他们最缺的就是什么 团队精神 甚至有一次 我开玩笑 我说米卢 用了一句话 那叫什么呢 写下来叫 态度决定什么 一切 那这句话 态度决定 米卢为什么讲这句话 他看中国国家足球队 看了老半天 这一群人缺技巧吗 体力差吗 答案都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缺的是什么 缺的是团队精神 我甚至开了个玩笑 我说那个时候 米卢跟我不太熟 如果熟的话 把他们人拿过来 上过两天的魔鬼训练营 我认为团队精神会立刻改变 可能早都出现了 虽然呢 我觉得是一个玩笑话 但我认为 未来赢是赢到我们的团队的精神 首先呢 分享一句话 另外非常地重要 以合作代替斗争 在团队里面相互的帮助 以合作代替什么 斗争 再来团队里面相互的帮助呢 这里面从企业的角度来讲 要做一个什么呢 明确的分工 分工明确 职责分清 各自其职 各自富豪 各自的事情 同时还可以相互的帮助 来我们看第九点 一个团队要有良好的氛围 团队要有良好的氛围 那氛围是什么 氛围就是环境 氛围等于环境 氛围等于企业的文化 在两年前 我去上过李建老师的课程 李建老师讲了一句话 企业管理就是管人 管人就是带什么 作风 那作风呢 我认为呢 跟氛围有雷同的地方 一流的氛围 我个人有一个感觉 你怎么样才能带出来 一流的团队精神呢 首先是你企业的中高层 非常的重要 一流的团队的精神 团队的文化 团队的氛围 会让一般的员工变得优秀 会让优秀的员工 变得更加的卓越 可是如果你的企业文化很差 大家勾心斗角 大家效率很差 那这样差的文化 也会让优秀的员工 变得什么呀 变得腐朽 变得什么 笨蛋 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分享一句话 要塑造一流的氛围 写下来一个企业 一定要 慎重的选择 你的中高层 那在这里边呢 团队精神呢 他让每一个员工 看到你的领导 我做事呢 有人给我送了个绰号呢 叫拼命三郎 我们的总经理 跟我一样的优秀 我们的营销总监 跟我一样的努力 我们的所有的总监 跟我们一样的努力 所以说 过来的新员工 他们受我们的感染 他们一样的融入了这个团队 一样的融入这个团队 好了 第十个写下来 一个团队要有良好的运行的规则和什么 程序 没有规矩 不成什么 方圆 那这两天 很多人我知道 有老师谈到了什么呀 西游记 那我想呢 做一个一点点个人的见解 西游记里边唐僧师徒几个人 几个人各位 显然讲的还是不够完善 西游记里面有唐僧师徒五个人 为什么还有一匹马 是还是不是 那孙悟空最厉害 那猪八戒也可以 沙僧也不错 小白龙也很厉害 这五个人里面最笨最窝囊的人是谁 答案是什么呀 唐僧 可是各位别忘了 唐僧是谁 唐僧是这个团队的什么 队长是这个企业的什么 各位 总经理 所以那在这里边呢 良好的运行的规则和程序 竞争机制 讲法机制 淘汰机制 监督机制 有一个运行规则和程序 像我的训练课程里边 如果有人迟到了 减团队三十分 如果有手机讲了 减团队三十分 如果有人旷课了 对不起 这个团队他一辈子 他也拿不到冠军团队 这就是力量 所以说呢 塑造出来团队精神和什么 企业的文化 那我想呢 分享到这里边 我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要分享给大家 那在这里边呢 我认为志诚本人呢 我认为我口才很一般 能力很一般 我是一个 我认为比较努力的人 那我觉得我在做我自己的事情 我要言情一致 那在今天呢 我还带着我的团队 大概有十几个伙伴 我们一起来到这个现场 那我的团队 他们都是从基层的业务员 变主管 变经理 变成我们的总监 变成我们的股东的 那我想接下来呢 现场呢 送给大家一个新年的礼物 有请我的团队上来 给大家做一个团队精神的风采展示 一共给大家 送一个新年的礼物 你们说好还是不好 好的话 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 期盼能行热烈的掌声 邀请我们的亲爱的战友们 闪亮登场 再次给他们一个上音乐 可以吗 大家把双手高高举起来 给他们喝 上天空 火烈 天智培训 中国一人的一切严格 集团公司使命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战斗掌声 为中国经济的同胜 负献一份力量 企业目标 中国教育信念行业 中国国家一共第一品牌 世界一种教育信念机构 企业价值观 专业 服务 效率 敬业 团队 企业理念 创造新文化 传播新智慧 演艺新文明 企业精神 第一 团队精神 第二 团队精神 第三 团队精神 天津十六大成功典礼 要选就选 最好的 要做就做第一名 先训事实行成功的保证 积极向上 成功待望 一心一意 超到十一 开度天津大度 成败叛业决心 付出才会结束 活物收益销售 坚持还有价值 外路才不会迷路 没有大物 哪有自物 帮助公司成功 自己才会成功 强火 坚持有才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